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好 林泰那栋别墅已经定下来了 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装修的想法 对 就是那栋你上次也去看过的别墅 陈希啊 市里的大设计师呢 我都能找到 可是我想来想去 还是最看得上你 觉得你是帮我做设计的最佳人选 林泰慧眼 看人最准 是我们上次看过那套别墅吗 我收过了呀 不能买 我后来又去看了一次 我是越看越喜欢 这也是刚需嘛 我就这么定下来 既然你问我意见 问了又不采纳 又何必再问呢 陈希啊 林泰今天诚心诚意地过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帮她 好好地规划设计一下 你觉得这房子哪有安全隐患问题 咱们可以设计上补救一下呀 可以呀 把二楼搭建的部分全部拆除 这怎么可能 我就是冲着这多加的五十平米 没有给我算面积才买的 二楼搭建的楼板 简单地混凝土胶筑 五十平米没有支撑的旋条 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事情呢 我后来特地找了好几个人都问过了 他们都说啊 像那样的加建啊 多了去了 没事的啊 真没事 他们能做 你找他们去呀 找我干吗呀 我可做不了 再说了 别人没事 不见得你一定没事 小晏晏 你听她怎么说话的 咒我呢吗 别别别 叶总监 我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有建筑安全隐患的房子 我是不会接手的 没事 我先出去了 你们聊 陈希 你是不是刚刚在电梯里 听到我说的话 对我不满意才拒绝的 可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林太太 嘴长在你身上 你想说什么跟我没关系 我不接你这个项目 单纯就是因为不能接 你 对不起 林太太 你们俩刚才电梯里说的什么呀 我也没说他什么呀 他这就是故意报复我